传说中每个女生一生人之中 一定要有的一个化妆镜 镜子界里面的Massarati 镜开灯了 안녕하세요 我是Koen 今天心情很好 因为我刚刚新码的东西到了 真的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 我前几天那小红书 看到很多人share 然后很多明星很多网红都在用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就去把它买回来了 就是这个 传说中每个女生一生人之中 一定要有的一个化妆镜 镜子界里面的Massarati 花痴 好 现在马上来开箱 其实我一向来出门 我都会把一个Foundation powder 有镜子的那一种 怎么很尴尬就是 你一打开的时候 那个粉饼就掉出来了 不然就是你很暗的地方 你拿出来你就是什么都看不到 情况我就买了一个这样子的镜子 可是很旧啦 给我用到很旧 我决定丢掉 不觉得送女生很适合 没有 要包装这样美 Mimers 看到什么 盒子则是很高低的 红色 其实我自己选了这个红色版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化妆镜 我刚才丢那个 差很远啊 哈哈哈哈 Let's cut 喔 很清晰 我马上照起镜子来了 很清晰啊 我看得很清楚啊 很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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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太清楚了吧 但是它最厉害的地方是它一个灯 我现在开给大家看 Magic啊 注意 开灯了 OK 它这个灯喔 是可以调节 亮 多亮 就当我顺时针转的时候喔 它就会变得更亮 但是当我逆时针转回去的时候呢 它就会按回去 看到没有 身为一个精致的女孩子 就是必须要有高科技的美妆产品 你知道吗 然后它有一点就是 它可以变色 它一共有三个色纹 现在是暖光 看我的脸就 比较黄一点 有没有 然后 这个是普通的热光 就是普通白天你用的都用这种 冷光 就是比较白 比较蓝 偏蓝一点的 就是比较 harsh一点的光 你知道镜子就是一个 随身鞋带的东西吗 那如果镜子又可以当灯用的话 其实就是一举两得 而且它很扁 它真的是扁扁的 你知道女生 但不是很小个对不对 我就包包 就省了一个位置喔 它里面其实是有附送一个 像Jelly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然后你就可以像这样子 夹在你的手机上面 以后在晚上拍照的时候 你就可以像这样子的曝光 打亮你的脸 那它怎样关咧 开的时候是顺时针 那如果你要关灯的话 你就是逆时针 等一下 叮 它就会有一个光纤跟着 结束 就是关闭的意思 它有灯的话 就一定要charge电 要charge电的话 你就一定要charger 我给大家看看它的charger的厉害 不是一般的charger喔 无线充电座 这搞扁扁的东西 就是它的充电的 当你放上去之后 你要charge电的时候 你就直接放上去 就可以开始充电了 大概充个可能10分到20分钟 这样子就已经可以带出去 用很长时间了 而且喔 凡是有无线充电的手机 都可以用在这个无线充电座上面 比如我的iphone 比如你的华为 基本上都可以 没有问题 其实这个真的很适合送给女孩子 买给你的闺蜜啦 或者你买给自己 因为每个女生一定要有一个化妆镜子 反正520就要到了 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籌碑送给女朋友 好啦 这个影片到这里结束 下次再见 拜拜 好啦 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记得关注我喔 拜拜